今天可能大家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阿里巴巴公布的年终奖金 这个最高是100个月 观众这100个月不像台湾很多企业 什么房仲发40个月 那骗人 因为底薪很低 1万8 2万块 发10个月乘上来没多少钱 阿里巴巴发100个月对象 是一名2万人民币的一个员工 那大概就是一个月拿10万块钱 那因为表现不错 所以红帝加股票 总共是高达1000万元以上 所以换算过100个月 那马云也非常的激励 所以100个月不是只有一个人 相信很多人会拿到非常亮丽的一个 优秀的成绩单 这个红包 那我们看到这个包括最新的 这个国际的人力资源公司调查 今年2400多个亚洲企业当中 其实大陆的企业 调薪幅度最高 年终奖金最大方 所以到底 这个马云为什么会发出 100个月的年终奖金 那另外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阿里巴巴的市值 目前在美国挂牌 其他总市值是2586亿美金 是足足有两个多台积电的规模 所以阿里巴巴市值很大 甚至我们看到 有一家已经快消失的企业 叫做雅虎 因为准备把它当年投资阿里巴巴卖掉 盘后是大涨了7个% 所以大家似乎都以阿里巴巴为荣 可是大家都以阿里巴巴为荣的时候 我们看到 大陆工商总局网监师 只有受到了调查 而这个开始 受到举报开始调查 发现淘宝网 它的真东西太少太少 只有37% 也就是淘宝网上面卖的三样物品 有两样 是个假货 马云是重炮回击 为什么 我一年卖10亿件 结果你只抽样了51件 那我这样抽样的 所以抽样这个样本不够 所以认为你的这个标准是不对的 我要请教一下万民哥 第一个 就是到底假货是真假货还是假假货 尤其是淘宝网说假货比例高达六成之上 现在搞成一个很罗生门的一个结果 你也发展 你也观察 我第一个先谈这个年终奖金的事情 他对一个月薪两万出头 人民币出头的员工 给100个月 打赏给100个月的这个年终奖金 这个反映出他一种创新文化的 企业创新 创新性的文化 我这样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台湾的企业普遍来讲人情包袱不太重 台湾企业 比方说老板打赏经常第一个先看你年资 第二个先看你跟他关系好不好 第三个再看你关接 经常最有功的人对不对 事在最下层 拿不到这个应该得到的奖励 但是阿里巴巴能打破这个 这个台湾过去认为习以为常的这种苛救 东方尤其是华人的追究对 因为我跟大陆很多这个 电商 这个你还讲说互联网公司都有接触 一般来讲他们对台湾的互联网公司 最大的这种诟病就是认为台湾的互联网公司 都应该做检讨的 另外来讲说打假这个事情 工商总局做的那个抽象 事实上是有问题 他是这样子 他是在市场中找到了92件 这个假货 查里面其中有51件是从 淘宝网卖出来的 然后他就直接讲 你这个淘宝网里面有百分之六十几 对不对 都是假货 这个东西 这就是什么张飞打岳飞 没有这种抽样方法的 对 他当然觉得很冤屈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阿里巴巴他也知道 这个淘宝网上出来的假货 在市场里占的比例非常高 是 所以他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他特别还为这个事情 这不就有问题 第一个是他卖那么多东西 可能假货比例不高 可是市场上的假货 货的绝对量 都是淘宝卖出来的 假货的绝对量 他占的比例一定是最大的 因为他占太大了 因为他占太大了 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也提出了他自己 其实内部就有打假的机制 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这个阿里巴巴 就是从卖假货 卖便宜货开始 但是当他的事业 到美国要挂牌的时候 他不能够把这个事情 再当作合理的现象 他必须要提出整治的手段 所以他去年就强调 他有一个打假的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有个大数据 这个数据有个超级电脑 一秒钟可以处理计算一亿次 第二个他跟权利人 包括消费者 包括品牌商 有一个成立第三方的投诉机构 消费者或者说是品牌的权利人 专利权利人 向第三方的投诉机构 投诉以后 转到阿里巴巴里面来 他另外还有一个 5400人的神秘买家 根据这些检举 到被捲起的厂商中去买东西 拿回来去做查验 如果是的话就报主管机关 去进行抓货或者说逮捕 所以去年他说总共有400多人 将近400人被在阿里巴巴 卖假货被抓 比例还真少 当然是很少 但是他第一年这样做 他将来说他可能要把假货地图 或者说流通的地图公布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哪边有假货 哪边假货出现机率最高 可以大家去买假货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 假货跟真货之间 有一种是心理上的一种作战 对 这样子讲 真正的品牌 他需要假货来烘托他的地位 假如你一个名牌 没有人去照你的假货 你绝对不是名牌 所以名牌一定要容许 这种假货或者仿冒货的存在 而且要经常叫 你们这些已经对我侵权了 只有这种情况 像model一下 林志玲是名牌 有小林志玲 隋唐是名牌有小隋唐 有刘德华有小刘德华 换那小刘德华现在变很红 也是一样 对 另外一点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做一个盲目的 名牌追求者 是 我自己最近因为经常陪有钱人 去名牌店 精品店去消费 对 我跟大家讲 我这个人是很节俭的 比如说Polo 3 超五百块我就不会买了 是 就有一次人家送我一个 一万块的Polo 3 对 叫做爱马什么X的一个品牌 是 我拿去以后下水以后他就退色 我跑去跟他讲说 你们这个衣服居然会退色 他说先生 我们这衣服不能水洗 因为我们都是用天然燃料的 你一定要干洗 Polo 3还有人用水洗 还有人用干洗 那也太夸张了吧 但是他就告诉你这个答案 对 但是我的意思讲说 去 他不是在淫土 我是真的很土 对 所以我不是品牌盲目追求者 但是我陪了几次人家去看了以后 我发觉70%上精品店去买 这些真品的这种真正精品的这种人 对 有接近是老土的那种 或者土豪的那种那种性格 所以说你不要去盲目追求 你到那个地方你就展现出你的大气 为什么呢 你到那边要享受国王皇后的待遇 你要把你自己当成国王皇后 不是去买个几万块的包包 然后满足自己的一点小资的那种小确幸 不是这样子干的你知道吗 所以真正你会上网去买精品的人 绝对不是有能力消费精品的人 你只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到你心目中的那个偶像精品 但是这种情况下 你自然就很容易上当 所以买到假货的人 你自己要先检讨 你为什么会买到假货 你是不是有贪小便宜的行为 但是基本上像互联网这种行业 尤其像阿里巴巴这个 他能够打赏打那么高 表示他是一个高收益高成长的行业 就像主任刚刚讲台湾人比较悲哀 我们现在讲物联网 还是在讲做什么手机 做什么手环 但是人家是卖那个看不到的服务 那才是重大的商机 你看中国他自己的统计 去年他的这个网民就网购的这个 滲透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 到达百分之五十一 所以我就会认为 他进入了另外一个高成长期 也就是说全中国有六亿多网民 有三亿多加入网购的行列 第二个他单季的营收额 在去年第二季已经超过七千 七千五百多亿 另外一点很奇怪 过去我们都认为网购的人 都是很年轻的人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这个网购的这种年龄 有攀高的情况 过去六十岁以上的人 只占了百分之五点六 这是2011年的这种数字 但是2012年的时候 已经提高到百分之十 三十岁以上的人 2011年的时候只有占百分之十四 但是2012年已经占百分之十八 这个表示说对不对 随着年龄的渗透 他的这个消费族群的分布 越来越广 第三个他有很大的这个农业市场 基本上中国大陆去年统计 农村网购的这种家庭 只占百分之七 对 那么城市里头已经占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这个市场还相当大 所以去年有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说阿里巴巴买了一个 巨土地的 成立一个巨土地的网站 这个网站第一次把安徽 基西县一千多亩土地 放在网上卖 消费者可以上网去看 你看到这个地你喜欢 你在指定那个农民 帮你种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天你再去收益 也就是说他要把网购或者网路销汇 或者销售这个行为 把它深化 变成一种全民运动 所以这个市场 其实未来前提还是非常大 好 我们看来其实正面发展很多 尤其商业模式的改变 尤其交易成本的降低 交易成本我们是经济学的交易成本 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好东西 中间有寻找 有资讯 有真假 有服务品等等成本 通过这个阿里巴巴的模式 全部打掉 可是这种跟我们注意到 因为全世界商业模式 基本上万民哥是不懂的 你像台湾那个假油公司 卖假油都一先卖真油 卖到假油 像全球最大的某一家汉堡公司 也本来是真汉堡 卖到变变变假汉堡 有一家全球最大的炸鸡公司 本来卖的是正常鸡 现在卖的那个鸡 也变成一个不正常的假鸡 所以全球商业模式 包括台湾最大的物流通路 本来是我最便宜 现在也一点不便宜 所有商业模式都是用真的骗消费者 用假的赚钱 都是这样就跟你小米奇的逻辑一样 说按照这个逻辑 马云是不是开始要由真转假 所以才有这个新闻 你没观察 这个新闻其实 很多人都一直质疑 阿里巴巴上面的东西 其实阿里巴巴还被质疑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的数字是假的 我们知道去年的111光棍节 他不是数字是创纪录吗 那就有人说 其实那些数字是假的 很多一定都是后来被人家退刷 退刷很多 你要去检查说 他退刷率到底多少 那有人说一半是假的 一半是那个数字是假的 那当然马云就没有那么高 但是中国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 就是2013年网路上的退货率 大概是25%左右 事实上阿里巴巴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说阿里巴巴 去年的这个数字里面 你在阿里巴巴里面 它衍生非常多行业 就像刚才世光讲的 会衍生出一些新的东西 阿里巴巴现在有一个新的主题 叫做刷军团 就是刷单军团 刷单军团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这几年 我们知道阿里巴巴里面 他有一个就是卖家的评价 假设说我今天越来越 越多人跟你世光买的话 你的评价会越高 所以他们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假交易 今天世光你有个网站 你去找了我 万民哥 还有邱教授 我们三个一起帮你买东西 那买东西的话 很多人去买 对不对 这样你的评价就很高 事后我帮你退回去 你还我钱 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你评价高之后 第一个你在阿里巴巴里的名声 会特别高 比如说很多折扣什么 你都会出现 所以你会卖得越来越好 就等于是免费打广告 这台湾也是一样 网路世代都这样 就是很像买榜 这种类似这样的局面 他们也是在里面买榜 这只是他透过我们一起去刷卡 他现在还变成一种行业 在阿里巴巴里面 有人专门在刷这个 事实上讲很恐怖 关门我们现在每天看的明星 像年中跨年演唱会 那些明星其实都是买榜买出来 都是假的 根本不是不明星 谁要我榜单第一名 我请黄世忠上台唱歌 那个榜单是买出来 什么都是买出来的 是 阿里巴巴也是这样 他们那种刷单军团 现在是听说有10万个人 在做 专门做这种生意 我知道每天刷卡 然后后来就 我给你勤款之后 你给我勤款之后 你再退款给我 用这样模式 这样可以转了起来 当然阿里巴巴 他做了非常多创新的模式 像我们知道说之前 不是用这个所谓的支付宝 支付宝之后还有一个余额宝 他余额宝里面 现在余额宝可以去买基金 甚至可以去投资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他们创新的 非常多交易 只是说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也难免说会有很多币端会出现 数大币有枯枝 所以基本上只要激励支付出来 当然有人会走歪路 可是我要请教一下大福 他有一个走歪路 就是雅虎 雅虎当年 也是无巧不巧的投资阿里巴巴 现在雅虎的股东 希望把阿里巴巴卖掉 因为目前曾经有一度 阿里巴巴 雅虎持有阿里巴巴股权的市值 超过雅虎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雅虎股东看到都流口水 赶快把阿里巴巴卖掉 把芝麻开门把钱还给我 怎么做解读 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 代表股东权益的一个股东 就是希望雅虎的指引长 把阿里巴巴或者旗下赚钱的事业 分拆出来 全部埋光 对 因为他基本上核心事业是不错 但是没有到很赚钱 可以这样讲 可是近期我们可以发现的重点是 其实他在分拆的时候 其实做两件事 让大家很压抑 而且做得非常好 雅虎 对 雅虎 因为他做的这个财务结构 就是我们金融业 在做财务分析的结构当中 这次做得很好 他光是 他其实是想要卖的 但是他之前在IPO的时候就有卖过 可是就算股权转让 结果要缴30亿美元的税 结果他现在用这个股权分拆的方式 预估可以省下140亿美元的税 可是问题是 这个其实对于雅虎 未后市 应该是不是他们看好的 对于股价来说 因为其实现在阿里巴巴 因为雅虎前陣子有大涨 现在阿里巴巴的这个市值 大概占雅虎的市值 大概只有八成到九成 雅虎把阿里巴巴卖掉的话 雅虎最大最有价值的资产 就是雅虎台湾了 雅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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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他玩这个杠人结构 其实是帮助这个股东投资人 跟帮助自己是好的 但是呢 可是我 如果我是雅虎的话 我会觉得从雅虎眼光看出去 可能阿里巴巴 2014年是最风光的一年 可是2015开始 不应该卖 不是不是不是 是过了最风光一年 现在卖差不多 而且现在卖有个好处 我们来看阿里巴巴的股价 阿里巴巴刚刚四松讲 其实他很多线商模式 现在还没有开放 马云讲阿里巴巴现在还是小baby 不要讲到2000亿美金的市值 他目标是2兆美金的市值 我会这样想 因为其实在他IPO上市之后 第一个疯狂之金涌进来 可是接下来他那么风光 我们很难说 就像淘宝 因为刚刚就像说的 素大有枯枝 因为他现在赢最大 最大问题就第一个打你 因为我会不会 我会没有收到好处 我们又收到好处 第一个就打你 所以接下来他能够发展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研究 两码的竞争什么东西 创新很多 可是我们回到股价上来看 因为我们都会说 其实股价一定领先表现 对 你可以发现 股价 阿里巴巴股价 从去年的11月到下 已经大概跌了20% 现在进入100元保卫战 股价如果未来整个2015年 大家这么看 尤其是入股最近涨那么多 那美股也非常强 那为什么阿里巴巴股价 可是雅虎在投资